弟兄姐妹早晨平安 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苦恼 想为主发光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是因为我们为公司的祷告还不够细腻 在当中还未找着饥渴慕依的对象 其实人人都需要耶稣 无论是在生命遇见挫折 或人生一帆风顺 他们每人都有公司的时候 但信徒虽意识到周边同事的问题 但却无力的传福音给他们 虽然如此 若信徒做不到就控告自己的话 我们就会让自己被一般的社会潮流牵着走 越传不了 就索性与非信徒一起成为酒肉朋友 这样才不会不合去 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个眼光 就是那些在无奈中追世界的信徒 并不是属世界而爱世界 他们是主所爱的 但却没有能力反击世界的引流 既然没能力反击就索性跟着一起走 这是许多信徒正在面临的光景 让我们打破这样没能力的信仰生活 而恢复满有神能力的职场人员 所行的善事不认识是为民的 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所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 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无论我们是在教会服侍或职场上班 我们信徒都是被呼召全人侍奉上帝的 正如经文所说到的 我们在职场里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所以虽然我们不是在教会全职服侍主 我们在职场里面 也要把耶稣成为我们的徒 凡事在主里做 所以我们信徒就犹如被呼召全人侍奉主一样 首先我们要明白 地上没有做得完的工作 地上也没有一份工作 是能给我们生命的意义的 工作只不过是上帝所赐的一个传福音的岗位 所以信徒若把整个价值观都放在工作上而已 他在职场上就会很快迷失自己 虽然责任感很重要 但若要使我们与上帝聚会的时间妥协 那么我们就要检讨我们工作的目的 若出发点已经错误的话 工作下去必定更加迷失自己 既然我们已经立定心智 要全人服侍主了 我们进去工作现场之前 先要带着几个正确的心态 我们无论在哪里就职 都是要寻找以及行在主的每一米 我要得主的喜悦 我们要清楚上帝的呼召 无论他放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 都没有差错的 我们在职场上累积的精力 以及见证 是要来帮助我们的肢体 建立主的教会的 在职场里会碰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 甚至还会有办公室政治 被人擦两三刀 但苦难越大 主的恩典越大 只要我们在职场里 专心地求国度的益处 上帝为自己替我们伸冤 当当我们的苦楚 在工作现场里 我们信徒要掌握在爱中 以原则行事 在职场里我们有可能是一名员工 同时也是一名上司 我们对上司应当忠心顺服 若被拆所做的工作 当尽力完成 但无需故意奉承上司 会要多得好处 因为我们信徒 应当是要以爱神爱人为原则来做工 而若我们有下属的话 我们应当求智慧 来公平地对待每个人 我们是要保护下属 但却不至于包庇他 我们是要赏赐下属 而不是要贿赐下属来听从我们 只要我们在职场里 抓着以马内里的应许 开始为职场的传福音工作祷告 当主将我们放在一个 每天八到十小时 必须上班的现场 在这现场中 必定隐藏着宝贵的主的羊 我们也要清楚知道 这些人必定有时间表 而这时间表是绝对与我们的祷告 与顺服有关系的 当我们在找寻这些好土的时候 我们也当分别为圣 就是当每个人都在争权夺利的时候 我们是很安然的在查验上帝的带领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一切由上帝引导 在现代工作生活中 我们在几方面需要进步之处 最后 信徒在生活现场中 所面临的增长里 要寻求突破之处 若我们做工只是为了困一口饭而已 那么是毫无意义的 但若我们天天上班的第一个关注 是放在要被市民充满 无论工作压力有多大 尽心尽力与同事们之间 保持和睦的关系 若工作完全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命 我们应当要知道如何放开 然后调整我们的工作时间 我们要知道工作不是我们人生的一切 若孩子需要我们的关注的话 姐妹们应当放下工作 全职照顾孩子 若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眼光 进入职场的话 上帝必定会在过程当中扶持我们 不让我们在工作上迷失自己 迷失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之路